驾车驾驶直行突然路口 另外一侧重出一台白色休旅车 驾驶马上转方向盘紧急闪避 却失控自撞电线杆 肇事驾驶明明听到巨大的撞击声响 却没有停下来处理 冷血说了一句算了 马上才油门加速逃离现场 车会意外就发生在台中大理区 环中东路起短上 21号下午4点左右 一名仇洋科大航空机械系 22岁张姓大四生 开车途中为了闪避违规回转车 自撞电线杆不幸身亡 警方六月监视器还原事发过程 发现就是61岁的陈姓 肇事驾驶违规酿货 六小时后也到他的住所 将人逮捕 依过失致死罪移送 一开始就表现出来 就是没诚意的 他跟我说 他完全都没有看到发生事故 也看到我儿子的车 男大生父亲痛批 赵氏驾驶事后处理没有诚意 还试图要找借口规避责任 他更生气的是对方赵氏逃逸 害儿子失去了一线生机 去打工 在拉面店打工 对他真的是蛮乖蛮孝顺的一个孩子 找女朋友了 在路上就发生了这个扯祸事故 男大生的舅舅则透露 尽管男大生家中不缺钱 但张姓大学生平时还是会到拉面店里打工 非常的孝顺 当时是下课时间 他要开车去找女友 没想到遇上了意外 相当的不舍 另外根据了解 男大生相当的优素 英文成绩好 刚面试上航空公司 明年毕业后就要投入航空业 却遇上了车祸死结 航空梦戛然而至 TV毕业新闻 廖和廖反应台中采访不到